那像這個是創中間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 好,那這個畫面就發生了兩個錯誤 第一是它切坨 雖然不是左邊那個 這個好像是愚公行業吧 反正就是左邊那個 它被卸頭 雖然它不是受訪者 但它被卸頭 然後右邊那個 它頭就直接被擺在裡面 它就直接被頭回它們的身體 它身體呢 請問 好,所以 這是一個錯誤示範 然後第二是 假設你今天只有要訪問它的話 那就 請它就好 就不要請另外一個 就是說 那我們先拍這位受訪者 那請另外一個受訪者 我們先在旁邊 這樣子 好 就是盡可能不要有多個 那假設你真的 非不得要多個人 那 畫面定好 畫面放開 讓狼狼一點 不要讓整個畫面 過於擁擠 因為你這個畫面 就是要靠兩顆頭 設計下來 很荒謬的事情 好 大概是 這樣 好 然後 呃 先講課 等一下看別的 我們先講課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採訪之後的事情 採訪之後就是我們要寫SOT 所謂的SOD考 它的英文叫做 Son of Tab 就是 聲音的代表 好 好 SOD考 大致上分成三個價格 就是開場 中段跟結合 那其實就是第一段是開場 然後 也有可能不是第一段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叫NAS 那 嗯 中段就是你中間的OS 穿SUN BY SUN BY OS 那結尾的話 我們常常會用 OS 就是記者講的話 好 那所以要先來介紹一下 所謂的OS SUN BY NS 整個SOD 的東西是手 所以麻煩大家拿一下 就是昨天的講迪 這邊有一個 下的第六頁 好 我們可以看到P6頁呢 有一個補充 語音新聞裝配補 然後這是結尺之某個 比較合出的 好 上面呢 有寫一些東西 第一個叫做 通常就是主播在念文稿 如果有學過一些課的話 應該知道主播在念稿的時候 會唸大概15秒 會把這個 聽文敘述15秒 這就是 Lin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除非你們有Rump 不然通常不太會用Lin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 蠻類似的東西叫Scan 那給我講 然後接下來就是OS OS就是記者念的獨字感 那 敘述就是 剛剛下面有寫 然後 原因叫NS NS 通常都只會用在影片的最一開始 那 NS為什麼要放在最一開始 通常就是因為它國西 所以 請不要放 無料的NS 那通常NS會放5到7秒 就是 有黃金5秒 黃金7秒的一些說法 那如果大家有 關注的話通常Youtube上面的影片 的廣告都是5秒之後才能略過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 它會用前5秒的時間 去吸引你的注意力 讓你願意繼續看下去 好 這是 題目好 接下來是 Sung By Sung By 就是 這好像打錯字 不是主播播報的文稿 Sung By 是受訪者講話的內容 就是文字有打錯 然後 接下來 下面 五六七這三個東西叫Stand Stand 基本上就是 痾 會在兩種 就是如果是 預錄的新聞的話 就是會 就是 記者會在現場講話 然後說說 就是 在我身後就是什麼東西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SNG的連線 SNG連線 通常都會是 讓我們交換給同位組合 那些話 就是 它會說就是 讓我們請 信長記者誰是誰 然後它就 是個主播 然後記得先在哪裡 那是 現場連線 那如果你們 之後有機會 遇到那個 現場記者的話 電視台 通常都有機會 做SNG 但是就是 是需要電 真的蠻難的 好 那這幾個東西 名詞介紹完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講 整個架構 好 右上角那個主題 一二三其實是 剛剛亂說 反正就是 你的主題就是你的切點 那你的一二三 就是你的 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 那我的第一段不是說我的第一段OS 我的第一段通常會包含 OS加一個傷敗 我們比較常見的做法是 OS穿一個傷敗 然後再一個OS 就是 OS跟傷敗是一個組合 所以我先把OS加完之後 假設我今天第一個面向 我要講什麼 然後我的第一段傷敗 去補充說明我第一段OS 想要搶掉後是沒人講到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第二段OS 然後配第二個傷敗 那不見得每一段都會有一個傷敗 但是 就是 通常會以這樣子的搭配去做 然後會呼應 穿 然後 寫 做新聞不是在寫 就是不在寫作文 不會在最後才有一個兇 我一開始就要點題 就是 簡單來講 在做新聞的時候只有開門健身板 我們不會有道序 我們不會有任何東西 我們就只有開門健身板 因為如果你第一段都吸引不了人的話 你後面就不會有講開門 所以第一段一定是你最重要最精彩的東西 好 然後最後結尾 通常都會是記者收尾 因為你記者最後講完話之後會有一個 記者哪裡哪裡採訪報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受訪的講完話之後 馬上跳回去 記者哪裡採訪報的 就會超級怪 所以就不要這樣子 然後切記者再想想 這個東西叫做 你在做新聞 你今天就是陳述一件事情 你不是在發表一個議題的解說 所以你不用說 這個問題需要請大眾的觀眾 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NO 不要這樣子 你就把你的議題講完就對了 那整個SOT稿 架構 有很多個 就是這個 講義的最後一頁 我們裝配的基本組合 上面就有很多 上面看一下 就是常見的幾個形式 對 那 在我們 在大學報或實驗室裡面做的時候 通常會是以這樣子的格式做 那也有可能一開始就沒有NS NS不見得一定要 對 那通常一開始會是OS 很少很少一開始直接放上班 真的很少 那整個時間長度大概1分20秒 大概1分40秒 不含片 因為大學報片好像20秒 超長 超長 對 好 大概是這樣的 那如果真的要做2分分鐘 因為其實蠻多看大學報 應該有做2分半的 但那個真的就是有耐心才會看的 所以 呃 大家真的就試著 然後說再1分40秒 對 不含片 OK 那這是一個SOT稿的範例 好 可以看到就是 呃 一開始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一個NS 就是一個進球畫面 直接則是在做移工足球 它是用移工足球 去切一個音域 那它一開始用比較軟的方式 用一個NS進球畫面 然後接下來就 呃 用OS去帶畫面跟去數 那OS就會配它的畫面的內容 然後 呃 下面就配桑掰 這整個架構就是 OS桑掰 OS桑掰 桑掰 那有連續兩個桑掰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你真的要放了兩種方針 你覺得兩個都很重要 那你就要去擷取重要的話 桑掰通常 不超過兩句話 通常不超過兩句話 除非它講的東西很難 除了它之外 別人講得出來 那才能放滿 那通常就是兩句話 所以 就是 要求越 就是桑掰越求精簡越好 這樣子 然後 就 可以看一下這個架構 然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SOT稿的 好 那 好 我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 我先看一下這個 別的SOT稿 這邊有 你們在那個資料檔面 應該有一些法例 那這是SOT稿的 空白桶 我不確定在學校是長這樣 但是 大致上是差不多是跟這樣的樣子 就是 表格就長這樣 所以你們 回家有一個小作業會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這個素材 會用到 好 那它到底是拿來幹嘛 就是它會打錯一個這個東西 好 可以看到我們的SOT稿寫出來 應該要這麼完整才對 最左邊會有一個time code 就是你的時間 要擺幾秒 就幾秒 那 接下來就是 OS1 OS2 Sumbi 或是NS 是講說你這個東西是什麼類型 所以就把 像第一段一開始就是OS1 所以就要把OS使用去 然後標題就是這一段的標題 然後SUPER就是受訪者的全名 跟職稱 好 那標題一定有一個規定之處 所以就是 最後一個步驟應該就是下標 這邊 然後 接下來我要講內文的部分 Sumbi的族字稿就是它講的話 就打上去就對了 就是它講什麼就打什麼 除非說它就是有那種很長的段句就是 痾 這個問題 痾 那那個痾就可以不用打 沒關係 但是就一定要打這個問題 好 然後 有一個重點 SOT 裡面不會有動號 不會有句號 不會有任何的 痾 有可能 但是基本上不會有任何的表演符號 請記得 它不是寫作 因為它是給 記者在過英時候看的稿 所以它不需要表演符號 它不是在哪裡 痾 你們之後寫SOT 如果有寫作表演符號 或是在寫 像文字的稿的話 一定會被你們猜錯 馬一翻 這樣子 寫出來大概像這樣 一句話就一行 一句話就一行 然後 因為這個有點窄 但是它一句話就是隱藏 所以你有看到有些短有些長 然後 你中間如果有 等一下我給看到一個翻譯 就是你一句話有可能 中間有個小空間 那代表說這邊你想要先停頓一下 好 然後就是內文的組織稿 要求靈活 就是平板 那個口語 不要是寫作文 就是口語 好 然後SOT的最後面一個畫面 就是你要寫說 你這段要放什麼畫面 所以 寫得越詳細越好 那所謂的規劃單就是 這邊東西改成你想開什麼 這邊東西改成你想要寫什麼東西內容 然後 這邊東西想要訪問誰 這就是規劃單 那規劃單不想強制大家做 這是給大家一個複習的 這樣子 好 然後 這邊的話 雖然是講規劃 但是它跟寫稿有關係 基本上就是口語 就是溝通的東西 然後 通常我們會用 空檔 就是空格 或是斷句 換句 去做一個情緒的轉換 然後再來就是 基本上每一段的每一句 長度盡量一致 因為 以我們現在來講 應該大家如果念長短不易的句子 可能那功力沒有那麼好 會亂掉 就是節奏會不對 所以盡量是長短一致 那下面有個範例就是 像這個範例 你可以看到它的字的長度都差不多 左邊那個 它的字都長度都差不多 就是它節奏是很明確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有個 飛月浪花請跟船隻 這句話它中間有個小空格 那代表的就是 他 節奏是很明確的